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主屏幕是LG的C3 据说这是PS5打游戏的屏幕的天花板 我用了也就两三天 分享几条 分享一下初题案 排名不分向后 首先第一个 这是电视 不是显示器 但据说它可以当显示器用 具体能不能用 用的好不好用 我得用一段时间再说 现在再尝试 右侧是27英寸的AOC的显示器 我给它竖过来了 好 第二条 为什么说它是天花板呢 因为第一它是OLED的 不是液晶 它有4个HDMI 2.1接口 它有100%的色准和色域 很顶的 另外PS5相关的 支持4K120Hz高刷 支持HDR VRR ARRM自动低延时 杜比全景声 还有它不支持的杜比视界 还包括0.1毫秒的延时 支持PC上的G-Sync和FreeSync 它还有9.1.2的虚拟环绕声 基本上把PS5 XBOX和PC上面的功能都给它涵盖了 它具体怎么样呢 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 下面继续讲 先说优点 我感觉它比较省心 不用折腾 PS5有的东西它都给了 看着就很舒心 我还用它接过那个Switch 玩马里奥惊奇 配合Pro手柄 玩得很爽 即便Switch是1080p的分辨率 但是也很清晰 几乎看不到锯齿和毛刺 另外我还让它连了PC 我这个是4080的响卡 用的是HDMI 2.1的线 是可以打开NV的G-Sync的 我玩了几把Lualu 是单机的 感觉很不错 虽然它这个高刷不如144或者更高那么爽 但是这个120比起60刷印率还是强很多了 至于说这款电视的画面 玩游戏的画面感觉好不好 我也说不出什么道德来 但是我感觉很好 而且很大 关键是很大 这个很大给人带来的冲击力要好很多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同学 可以看看关于它的网上测评有很多 另外这个东西 这个电视价格挺贵的 估计也不好卖 买的人不多 我分享三条 比如在11月1号之前 我看到京东上它的价格一直是6999 7000块钱 抖音京东淘宝 RG的店铺全是这个价 而且都没有折扣的迹象 都在那憋着 结果10月31号晚8点 京东突然送了500块钱优惠券 加上我之前有500块钱一卡 最后5949拿下来的 那个银行卡支付的时候还送了50块钱 全力助攻我买这个电视 夏天之后我看见物流信息 说是11月5号送达 结果第二天11月1号 物流就给我打电话 说11月2号就可以送 做好接收准备 我说没问题 结果11月1号的下午就派送了 派送的跟我说我到楼下了 我感觉啊 他是不是怕我后悔买这个电视 赶快给我送过来 开玩笑啊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电视的物流还是很nice的 不知道是不是不好卖才这样啊 这个我不懂啊 有懂的同学欢迎评论或者弹幕 另外在11月3号 我看京东直接把这款产品的价格下调到了6499 不用预约也不用领卷 不装了直接摊牌了 而且货量依然充足 今天是11月4号 我看还是这个价格 看来越贵的东西买的人越少 那最后说说缺点啊 这是42英寸的 比较挑桌子 我这个桌子是1米6 横向是1米6 前后是80 这个桌子我感觉是可以用的 另外OLED据说都会烧平 我主要用它打游戏 PS5 Switch 还有连PC打游戏看电影 用的时候打开 不用的时候就把它关了 你看关闭也是很方便的 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打开 它关机直接让PS5也带机了 另外像我平时什么写文案 写文档 看网页这种操作 我还是用右侧那个显示器 你看由于桌面和房间的限制 我那27英寸的显示器只能竖着放了 另外我看这个电视 它的包装上写着是三级能耗 但是现在连空调洗衣机都是一级能耗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三级能耗 是因为那个OLED吗 有董的同学欢迎评论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 它这个屏幕是镜面的 镜面的意思就是 如果屏幕全黑的情况下 或者有黑的部分 它容易把人也照进去 右侧那个屏幕 它是雾面的 雾面的好一些 但是镜面的感觉更透亮 这个见仁见智吧 以上就是我目前用了两天的感受 如果你们想要买这台显示器 又不知道OLED长什么样 具体是一个什么感觉 可以看看当前的手机 比如说我这个两三年前的小米10 就是OLED的 苹果14也是 任天堂switch最新版也是OLED的屏幕 看一下他们就知道这个显示器的效果了 另外这个显示器效果 我感觉比那个三个设备还要更好看 但是他们都说OLED的寿命比较短 这个买的时候要注意 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你要问我是否推荐 这个LG的C3 42寸电视玩PS5 那我的回答是 如果你的预算够 你的房间桌子条件也够 可以上 人生我认为就是来体验的 没问题直接上 但是27英寸的2K144的显示器 也可以玩PS5 PS5的大部分功能 他也支持价格只要1000出头 而且品牌还有很多选择 那么27英寸的2K144的显示器 和这台LG的C3 42寸 价格差了四五倍 你会怎么选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